使用gitmv我们可以去直接重命名或者是移动文件或者是目录 比如我们要把sim.css重命名成0号-sim.css 先输入gitmv 后面加上要重命名的一个文件sim.css 接着是这个文件的一个新的名字 0号-sim.css 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git status 提示renamed把sim.css重命名成了0号-sim.css 下面我们再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用git commit加上一个提交的信息 下面我们再去看一下移动文件 其实移动文件跟重命名文件是差不多的 同样的使用的是gitmv这个命令 我们先在项目所在的目录里面去新建一个目录 用mkdir这个命令去新建一个叫做css的目录 查看一下现在这里面有一个css这个目录 下面我们再去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 status 这里你会发现没有出现要提交的修改 那么这是因为git只会去跟踪文件 并不是目录除非这个目录里面包含文件 也就是git不会去跟踪空白的目录 下面我们再使用gitmv去把0号-sim.css 放在这个css这个目录的下面 加上这个文件的名称0号-sim.css 那么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去重命名它 所以我们直接去输入这个文件的一个新的位置 是在当前目录的css这个目录的下面 再去查看一下状态 那么这里会提示一个rename的重命名的这个文件 只不过在这个重命名的动作里面 包含了一个文件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0号-sim.css这个文件 放在了css这个目录的下面 移动以后这个文件还叫做0号-sim.css 下面我们再去提交一下用git commit 加上一个m参数 加上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把0号-sim.css 移动到css目录的下面 重命名或者是移动目录的话 我们也可以使用gitmv这个名字 下面我们再去新建一个目录 然后把css这个目录放在这个新的目录的下面 新建目录我们可以使用mkdir make directory 后面加上一个创建的一个目录的名称 这里我们创建一个叫做asset的一个目录 然后把css这个目录放在这个asset这目录的下面 用gitmvcss 后面是这个目录的一个新的位置 asset 后面再加上一个斜线 再去查看一下状态 提示呢这个修改是把css这个目录 还有它里面包含的东西都移动到了asset这个目录的下面 再去提交一下git commit so it 收入一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点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